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呢 现在已经是大年不少初级了 我们通常过年呢 会到元宵节才会结束 整个元宵节可以说是一个小过年 其实在我们台湾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元宵节还有一个起归的习俗 到底什么是起归的习俗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习俗 那另外呢 其实传艺中心 在我们宜兰县 其实在我们全国可以说是一个 重新找回过去最美的记忆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镇 他们今年呢 也推出了一个很厉害的活动 叫做大吉大利好运归来 他们重新启动了我们宜兰特有的一个 藤边的归 用这个归里面装橘子 柑橘归 这可以说是全台唯一仅有的 那目前呢 很多地方都已经 不知道有这样的习俗 他们今年特别寻找了艺师 重新启动这个柑橘龟 这个柑橘龟不仅仅在传艺中心来展出 让大家来求这个柑橘 然后求好运 分享好运 他们也把这一个特别的习俗 分散到全国14个地 14个他们的全联门市 还有各地的文昌庙 要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好福气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跟大家分享 首先欢迎是全联赛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罗欣怡 执行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好了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 参景古建筑研究工作室的主持人叶永勺 叶老师你好 大家好 对 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起柑 这个柑呢 在这个传统习俗当中 到底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知道很多时候要拜拜 可能要拜红菇啊 粿啊 米菇啊 然后甚至宜兰很多的庙宇 在举办庆典啊 圣诞千秋之类也都会自发性的 会做很大的龟 尤其是白米龟 柚子龟 越大越好 而且都会找我们记者来采访 然后甚至在拜过之后 很多民众就会去求这个龟 那到底这个龟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习俗 它到底代表什么 我们请叶老师来告诉大家 好 那个龟本身呢 是中国传统的四个零售 我们讲说龙 凤 麒麟 那龟也是其中一个 那龟呢 它可以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占谱 可以求占那个吉凶的 那另外龟这个东西 龟呢 跟赫都是非常长寿的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我们叫祝赫人家长寿的时候 想说龟年 然后赫寿这样子 就是说它非常的长寿 另外龟这个字的国语呢 可以通龟去来西 龟那个字 就是回去那个字 所以很多人就说 只要把神龟请回家 就会把财富呢 也就龟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那另外龟这个字的代仪 叫做古嘛 就是古这个字 久这个字啊 所以大家除了有福气啊 有寿命之后 当然希望它长长久久 而不是一年就断了 所以要长长久久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龟 因为龟又有福气 又有长寿的用事 又能带来财富 所以大家在年节的时候 就用这种方式 能够庆贺这种 他所祭拜这个神明的庆典这样子 那祭拜完了之后 就希望能够分食 我刚才说大只的 大的就能够分食 然后带回家 好 带回家给家人享用 能够分享那个福气 另外一个就是吃平安 咱说吃平安的 那另外 我们在全台各地 有就是小 小吃的就可以求回家这样子 对 这种方式 那通常我们在祭祀拜拜的时候 用的这个龟啊 好像材料很多元 最常知道 我们可能常常会吃到 昂屁菇啊 米菇 圆圆的这样一个圆圆的 然后到底有哪些材质 都可以是民间常常拿来拜拜 然后分享平安的 这样的材质 其实从那个龟 因为大家常常都看到 我们看到那个模型 就是龟的壳 然后上面写个寿质嘛 对 甚至我们在那个传统建筑里面 有看到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话 也是一种那种龟的形状 就是代表 都是代表长寿的意思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这种龟的形状呢 在用什么材料呢 刚开始的时候就用比较简单 比如说用糯米去做 加点糖这种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用像我们的面粉 像糯米粉 像你刚才说的 那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用糯米 然后就用糖去做成的 可是后来呢 后来大家想说 这样好像比较慢 后来大概民国 大概50年代开始 就叫做红片粿 红片粿我后来才知道 它是谁要做 它是用糯米 已经熟的糯米粉 然后加这个糖水下去 搅拌 搅拌做完这个模型 大概20分钟就可以 再压模就好 对压模就可以了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很多自然的食材 刚才刚才刚才说的 甘霸啦 还是有人用金座 那甘霸这种 我们讲柑橘呢 柑橘是大吉大利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甘这个字呢 又代表那种 就是很甘甜的意思 所以这个都非常非常吉利 大家就用这种吉利的东西 来制成乌龟 然后来感受这种福气这样子 所以柑橘龟其实在全台 我们真的不知道只有宜兰有 我们在宜兰常常看到 以前小时候 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很少看到了 那真的不知道这是宜兰特有的 到底宜兰当初是怎么发展出 这个柑橘龟 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出来 我先讲一下 在那个礁西的 写天庙那个地方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相传 相传大概160年前 160年前的时候 大概1860年代左右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 就是炒肉肉 你怎么说炒肉肉 炒肉肉在哪边呢 就是在现在的佛光大学 跟那个淡江大学 那个附近 那边有个炒肉肉 在那个地方的居民 他们刚开始去做那个糯米龟 在廟来摆 他们的那个龟会 他们有成一个龟会 龟会 菇会就对了 就是大概 因为以前的人 大概那个钱都没那么多 也不可能说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做 根本太多钱了 就有点像社区的那种 总体营造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 一人缺多少钱 对 而且我听说 很差别的是什么 是每一个人都有种田嘛 对不对 然后就种一点点糯米 我们一般都种 大部分都种稻米 种一点点糯米 然后糯米收成之后 大家叶叶叶叶 然后就是来做这个糯米龟 糯米龟 然后来给大家这样 刚开始是只有 这么一两百个人做分食 慢慢大家都很喜欢 就开始做这个 送给大家这样子 来求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大概民国五十年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糯米龟呢 叫龟母 就是妈妈 要生一个小孩 当时有一个叫做 林苏的村长 他就发挥创意 他就用红片粿 开始又另立门赴 就做了一个另外一个粿会 然后就做了红片粿 这样就对了 那后来呢 就有人觉得说 我们这也是 拿不到那边的人 他说我们这都 过年过节都有甘粿嘛 那我们就想尽办法来做 可是甘粿怎么用堆的 好像不好堆 那是会分散 没办法堆起来 对对对 然后他们开始就想说 那我们就用藤边的方式 就外面边一个模式 像灯笼一样这样子 然后把龟放进去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有带来这样子 对 我们现场看到这两只 就是全联赛美基金会 他们特别寻来 那种原住民的艺师 他们做出来的 对对对 执行长来讲一下 其实我们可能 宜蘭人对这样的东西 会比较习惯 不过也属于是老一辈了 年轻人现在真的是 比较不知道 那你们当初是在什么样 机缘巧合之下 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柑橘龟 这个文化给它重新 让大家注意起来 是 就如同刚刚叶老师所说的 其实这样的习俗 已经在台湾流传很久的时间了 但我们其实 我们基金会的董事 庄博和老师 他说他其实在40年前 看到中央日报 有这样的一篇报导 他觉得好可惜 这么好的起归的习俗 怎么被大家淡忘了 所以我们其实初衷 非常的简单 就希望说 把这个旧有的好的习俗 重新重现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想说好 我们就用传译文昌词的力量 用全联基金会的力量 然后我们再去结合 我们的总公司 全联福利中心的力量 然后再去结合全台湾 更多的文昌词的力量 一个点 然后线 然后面 把整个发散出去 然后我们就要让 这个好的传统的习俗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 我们其实 初心动念 就是这么简单 只是把旧有的东西 重新拿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次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其实我们里面的橘子 是可以大家去祈求的吗 是可以去 因为我们的橘子里面的橘子都是有祈求过平安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传译中心特别办了一个元宵的祈经归庆元宵的活动 意思就是所有的民众在2月27号28号两天到宇兰传译园区的文昌词 很简单 只要把这福气带回去就可以了 对所以这次这个起归分送福气的这个活动呢 我们希望能在元宵节开始启动 然后遍布到全台湾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今年有一个主题就是叫做祈祷回归 祈祷回归目前的计划 听说已经这些归已经都送出去了 对在全台14个门市 对那另外就是各地的文昌庙 听说有11间文昌庙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对来介绍一下 我们跳题先告诉大家 全台哪些全联福利中心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柑橘 因为这次传议中心要做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结合我们总公司全联福利中心的力量 那总公司也非常的支持 他们也极尽了全力 然后赞助的非常多 包括除了每天赠送给民众的200个400个举止之外 我们在全台湾呢 14间门市 我们在全台湾全联福利中心有1000间门店 我们特别精选了14间限定的门市来跟民众 民众可以到这边去看到我们柜的展示 然后这14间门市从北到南 包括台北、新北、宜兰、桃园、台中、云林、彰化、台南、高雄等等 所以从北到南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柜 我们会有一支妇科的噶妈姑就在门市做展览 让民众可以今天在门市一睹为快 除此之外呢 民众到了门市也可以去购买那个祈求福气的柑橘龟 对购买五颗柑橘龟 我们就会送他一张图画纸 那个图画纸呢 民众假如带回去画画 拿到门市 我们就会免费赠送他传意园区的门票 对 所以就说他把福气带回家 画画之后拿回来 又再额外得到了传意园区的门票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有一个善的循环 所以听说是买五颗橘子就可以换一张图 然后回去画了就可以换一张门票 是是是 而且这五颗橘子我们都有特别设计过 是有贴一些就是吉祥画的 对大吉大利之类的 所以这个十四个门市从南到北 我们欢迎全台湾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响应 到这十四间的限定门市 去换图画纸 然后再去换传意的门票这样子 然后在门市展示完之后 我们又希望能跟当地的文昌词作连结 所以我们全台湾又绕了一整圈 去精选出十一间的文昌庙宇 希望能跟他们合作这个福气分享的活动 所以这样子的十一间的文昌庙宇 到时候会跟十四间的门市做对应 在门市展示完之后 民众展示完 我们会再到庙宇去做展示 所以这个庙宇是从北到南 叶老师跟我们同仁都全台湾走透透 所以包括台北之山文 还有新庄万华 还有新竹官地庙 还有台中的大甲文昌词 黄西书院 以及南投蓝田书院 云林西罗书院 西罗正文书院 还有包括我们宜兰的最重要的 郊西斜天庙 还有宜兰传意文昌词 以及嘉义台南孔庙文昌阁 以及高雄的美农廣善堂 还有高雄的凤鱼书院等等 所以我们精选了这十一间 非常具有特色的文昌庙宇 所以这些龟会从门市一起 我们进宪中由全年文化基金会 跟全年福利中心 一起把这个龟送到了文昌 当地的文昌庙宇 一起去敬献这个寿龟 然后再文昌庙宇 再让民众等有一个观赏 跟庙宇结合的一个机会 之后呢 这些才会再回到传意文昌词 一个旅行 所以我们这一次总共做了多少支 这样子的福气柑橘龟 20支 总共有20支 我们传意文昌词会有一大四小五福林门 然后另外每个地点都有也有龟 对 所以这些20支龟 我们分享到全台湾 福气送到全台湾之后 大家再一起回到传意 对 再聚合这样子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这14间的 全年福利中心 目前已经陆续都可以看到 这些福气柑橘龟 对 目前我们同仁在这个 我们团队在这个礼拜 从北到南一直沿路去送 所以预计在这个月底之前 全台湾的门市全部都可以送到 这14间都可以送到 对 这14间都可以送到 所以在门市也有一段展示的期间 我们会非常欢迎所有的民众 可以到全台湾这14间 全年的限定门市 去买这个柑橘龟 然后可以得到免费的图画纸 然后又可以换免费传意的 门票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就是把福气带回家 然后又可以加倍得到 我们传议的门票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 很棒的一点就是 其实这样子的柑橘龟 过去我们可能只在宜兰之岛 但是透过这次全年的 那种全台的动作 等于是把宜兰这一个柑橘龟的文化 遍地开花这样 让各地都 有人会预估说 会不会因此而带动了一个 全国的庙宇 大家都来做这个柑橘龟 我们非常 对 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庄博和老师 他就觉得这个心愿放在心里40年 他也希望看到这个好的传统的习俗 重新被看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以后我们每一年每一年 我们都希望能跟各地的庙宇 各地的文昌寺做好朋友 所以才会有一个所谓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就是去跟大家做朋友 那所以不仅是这11间或14间 未来我们还希望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 那第一年 我们先用这样的方式来示范看看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段影片 这整个计划的源起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跟目的 我们来看影片 甘麻菇它是宜兰比较特殊的 台湾这个起硅的硅 已经发展到后来有很多种 但是宜兰这个甘麻菇比较特别 它是用竹边或者是用藤边 编成一只乌龟的样子 那里面就塞这个橘子 或者是塞宜兰的特产金枣 那橘子呢 它又代表吉利 橘跟吉 特别有大吉大利的意思 那特别是宜兰的甘麻菇啊 在台湾其他地区呢 虽然种类很多的这个起硅文化 但是这是这里的比较特殊的 它除了这个甘麻菇里面的橘子之外呢 它还包括这个藤边 竹藤边的这个工艺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文化资产 我希望这么奇特的甘麻菇的奇规文化 还有这样的活动 能够传承下来 能够带给大家平安快乐 我们刚刚看到了电视上 我可以看到艺师正在编这个 甘麻菇的这个外面的藤边跟主编 那我们请叶老师来告诉大家 其实像这样子的编法是不是宜兰特有的 还是其实我们这次全联善美 这次传艺中心编的这个 其实它更精致 那目前我们宜兰到底还有没有艺师 会做这样子的艺术创作 是 我们刚刚讲过了说 大部分人都是用自然的食材 就直接加印 然后印成一只乌龟的形状 对 那他们这些人就是在 等于是说在林美那边 他们有种很多柑橘嘛 所以他们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用柑橘来做一点事情 所以就请了艺师 当时因为在台湾呢 不管是建筑也好 我们用竹的 用木头的建筑 然后我们都用藤去做 所以当时是艺师都很多 应该很多编篮子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会做 以前譬如说我们家里可能不是用 现在可能用笨斗 以前用笨基嘛 也是用变的 当然也是用那些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编 可是到现在我们可能都用塑胶制品 或纸箱子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呢其实很少很少的人会编这种东西 那真的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工艺师 其实很少人会编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 人家说那个最好的工艺师呢 我们就要去往山上找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原住民 那我们这一次原住民的 我们这种编法其实 对他们来讲是很传统的编法 就是六角编 所以那这种编法呢 他们基本上看到之后也觉得说 不 很好编 为什么 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太编这种器具 不太编这种乌龟这种东西 譬如不好编是哪里编 譬如说脚啦 脚都有弧度 甚至我们这个 我们如果看这个藤龟的话 很特别的就是说 这个龟呢 基本上还有脑胃 也有尾巴 然后我们请我们的摄影师 抓一下这两只龟 抓一下这个乌龟 比较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龟手呢 还有盖子是可以掀开的 然后他的这个身体呢 邀老师我们走到前面来示范一下 是是是 我们来看这个龟很特别 就是这个龟呢 基本上很漂亮 很特别的它这个龟的边法 就是用藤边用六角边的方式 用六角边的方式 然后这个脚都有弧度 对 都有弧度的 而且他连这个地方 对对对 这个地方都边出来了 而且因为放柑橘呢 身体就要有一个可以放柑橘的地方 有一个盖在这里 帮我扣 有一个盖在这里 而且这个龟手的部分还可以打开 打开 让你的脖子的地方放不进去 对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仔细看到 他有眼睛哦 这是眼睛 还有眼睛 还有眼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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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也都有哦 所以我们这个画面可能没有带到就是 后面后面还有尾巴 后面还有尾巴 后面有尾巴 后面小尾 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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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油肛有尾 一个尾 大尾 大尾的这个里面也放金座 哦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其实脚这边是放金座 然后那个肚子 比较大是橘子 一整颗橘子 以前我们都放年质比较多 现在我们这个时节 可能是放这个帽骨干 放帽骨干 比较多 这个我刚才有讲过说 因为我们就当 当时我们那个全年善美 就想到这个事情 那我们大家都很 觉得说 时间很紧迫怎么办 那我们只好呢 真的就是找了这个 我们大同 宜蘭大同这个百列老师 我当时也是很特别 也是经过别人介绍 那刚才执行长有介绍 他刚好在想要做这个 全台的这个 所谓的藤边工艺的调查 那我们就想说 哦 这个就是最好的人选 对 所以我们就跟他合作 那另外因为 时间的关系 数量比较多 我们又找了这个 在花莲的这个港口部落 港口部落的一个 这个议师 他们来帮忙我们 编这个东西 这样 编这个藤边的龟 这样子 他真的做得非常的精美 我们一般大带有做到这么漂亮 这么精美吗 我们其实在那个 我们这里是有点妇科啦 妇科郊西 那郊西现在的那个藤边龟 也是纯两组而已 两组而已 他那两组是收藏好好 然后每年拜拜就再拿出来 对对对 所以不是新做的 没有没有 他那个只有出来 每一次只出来 大概三四天的时间而已 就是大概元宵前十二号 就正月十二号拿出来摆 然后到十六号的时候就杀龟 就是我们这个奉事完了之后 譬如说我们这一次 他的杀龟就是把从龟壳 对对龟壳 龟壳 龟壳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这次 刚才其实警长有提到 我们这次呢 在门市是从元宵节开始展示 然后展示两个礼拜 所以大家到全国的这个十四间门市 都可以看到这样 这么精美漂亮的甘麻菇 那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龟呢 送到这个十一个文昌庙跟书院 那刚好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刚好是文昌帝君的诞臣 他的诞臣 然后我们就送这个受龟去进县 那刚才有讲到说 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 是希望大家能够到文昌寺跟书院去 因为我们一般去的庙宇 都是比较热闹的 可是我们这些文昌寺跟书院呢 基本上都是建筑很漂亮 但是这个文人的建筑都很有气质 比较雅 对 然后大家很少去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次呢 其实全年散美就希望说 这一次能够带大家去 把大家也拉到文昌庙去 对 所以 然后另外刚才执行长说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我们不是只做一次而已 对对对 因为这个编的这么精美以后 每年都要拿出来一下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每年都能够在这个时节呢 让大家体验到从在门市里面 或者是在全省的各个文昌寺书院 都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东西 这么好的文化 其实我觉得时间也刚刚好 就是送到文昌寺的那个时间 不但是文昌帝君的诞成 然后另外也是学策 要放榜的时候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去祈求一下好运 甚至今年国中生要考会考 也可以顺便去祈求几颗吉祥的橘子 然后回去放在书桌上 对对对对 念书考试升官发财都很需要 都可以 都很需要 好那其实我们这次制作这个 整个的复科版的这个柑橘龟 这个藤边庆它还有很多幕后的故事 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状况 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如何进入传艺 然后来祈求这个福气干 休息一下下阶段继续告诉大家 是 欢迎回到相信热线的节目现场 在这里要邀请大家元宵节 可以到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心 来参加这个非常特别的 甘妈菇的起归活动 那刚刚有特别讲到说 这次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 泰雅族的艺师 跟一位阿美族的艺师 共同复科 甘妈菇的这个藤边 这真的到底有多难呢 听说真的很难 尤其是第一支 叶老师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当初 因为我们现在宜兰已经 真的很少很少还有这种藤边的艺术 目前据老师所说 只剩下礁系协天庙有两个 那也是目前大家紧知的 那其实或许还有很多藏在仓库里面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把大家 让大家把这一个藤边找出来 来讲一下 整个过程到底有多难 第一支是不是拆了又装 装了又裁做了很多次 是 我要先说 说一下这个故事 就是说今天会出现我们全年散美 就全年基金会 会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有趣的 我常常说在明明注重 好像注定有些事情 就会产生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 好像开一个会 然后跟那个执行长 还有庄博和庄老师 我们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庄老师就在吃饭过后 他就说 我有想到一个事情 我想说老人家讲 到底要讲什么故事 他就说 我以前在博主要有看过 在大客的地方有甘米 我就说 我很想说 不知道还有甘米 会在我们传语出现模 就叫复兴这个 有点是文化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好像我心里在想说 这个应该可以 因为我前一阵子都有去 写天庙去接触他们的戏台 那跟他们的人大概 也大概蛮熟了 所以想说 这样跟他们合作 好像有点机会 可是我们通常 我通常都是当做 自己是思想家 就是说一说就算了 所以我那天也没多讲 可是执行长 是一个比较弃而不捨 他就说 要来走 要来走 尤其是庄董事的这种心愿 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这样子 那我们就开始找 大家想说这件事情 就开始要找医师 来做这个藤边的规 那甘米就是全年的这个 基金会的这些同仁 就开始找 找到找到都找不到 那找不到怎么办呢 其实你心里有一个 抵写天庙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找不到 我也找不到说谁会来做 当时是 抵写天庙 我可以借到这个东西 来做为妇科的版本 但是找不到人可以做 可是又是在一个吃饭的地方 而且那次是我在高雄吃饭 高雄 对 我在高雄吃饭 然后就有人介绍我说 在那个我们大同那边 有个百列老师 百列优秘老师 他刚好在做 因为我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这个朋友他们也有去学 去学这个藤边 然后就说 这个百列老师呢 基本上他会做这个藤边 而且他在做一件事情是 他就是在做这个 藤边工艺的调查 当时我就说 这个非常符合 我们在全联 在传译中心里面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传译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那太棒了 那我们就去找他 那他就来帮我们 我们就带着这只乌龟去 带着藤边龟去 就是跟写天庙界的那一只 就带他去 然后他开始做研究 一说 这个没有做过应该很难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 从一只开始 他确实说 第一只是最难的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 然后就用六角边的方式 他跟他的这些学生们 大概有六七位 就开始边 然后一只一只边 慢慢边边边边 然后因为 我们因为赶着要 过年后就要开始 来呈现这个东西 那他们过年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休息 都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时间真的很紧 对 然后我们又说 我们要 因为我们大家就希望 第一次就要做大事情 就希望发送到全国去 所以就做了二十次 那因为百岳老师他一个人 跟他的学生 也没办法做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 这个 刚好也是朋友介绍 在花莲的这个 阿美族的港口部落那边 有一个这个 陈永昌 这个议师 他来帮忙 然后他有一天就是 也是非常巧合的 他的阿嬷 就住在 他老婆的阿嬷 就住在宜蘭 他刚好来看阿嬷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就来看 他说我在宜蘭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来做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都机缘巧合 真的 然后促成这件事情 不过真的是 学练基金会真的有用心 所以才有办法促成这件事情 那这个藤呢 也是去山上采的新鲜的藤吗 还是这个藤 现在因为要拿到这种藤 现在也不容易 对对 你说的重点 本来百岳老师说 我就 有空的时候 我就上山去采藤 然后再拿下来做 我说不行 买富气 买富气 来不及了 所以这些藤 都是买来的 因为新鲜的藤 其实他没办法 是 是 是 要做很多十几道手续 然后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 所以这次只能用买的 对 所以这样一只龟大概要花多的时间才编得出来 第一只大概要一个礼拜 然后接下来的 我平均下来大概五天 五天完成一只 一只要五天 小龟也是要这么久 对对差不多 小的反而很难做 更难编 因为它比较小 对对对 因为问我不准 因为我只会说不会做 那执行长的过程不会很紧张 时间快到了 过年快到了 有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全民福利中心 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全台湾找七个门店 就从北到南 但是我们跟总公司报告这个计划之后 大家都抢得要吧 大家都抢得要吧 总公司很支持 他就说我们干脆double 十四间门店好了 所以我们就 就立刻扩充了甘马谷的数量 马上跟工医师讲说 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甘马谷 所以其实是在一个过程中 总共是希望加倍的支持这件事情 所以数量才被立刻double 所以确实很紧张 也很怕老师来不及做 所以老师几乎过年都没有休息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只龟 其实刚刚怡君一拿上来 我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精致 跟我们想象中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林美那边产橘子 那其实我对早期 对于橘子的印象就是 因为我阿公也是在开水果店 他以前去批货回来的橘子 是用竹编的 很粗糙的那种竹子 然后这样一摟一摟的拿回来 对对对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都变成是纸箱了 对 所以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 转折点 然后让编这些东西的人 他慢慢 视为了 对 就视为了 然后慢慢的凋零了 就没有人在承接这项记忆 没错 真的很可惜 我希望说透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宜兰 宜兰人啊 这是我们的传统 尤其是我们闽南人 所以如果你会的 或你知道你的阿公会的 赶快把它找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执行长 我们一起来振兴这一项藤边技术 这是我们闽南人特有的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其实说到说 我们到时候要拔签这件事 在元小姐当天是不是可以进入传艺中心 然后我们如何来拔签 是不是拔签有拔到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来 实际长来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从过年开始 现在过年最有年味就是要去传艺中心 是 对 从过年一开始 我们就有一系列的活动 一直到元小姐这个重头戏 来介绍一下 是 欢迎所有的民众 只要2月27号28号两天 你到宜兰传艺园区的文昌祠去拔签 只要有一个圣杯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圣杯 你就可以得到 免费得到一颗橘子 然后把这个起归的 有福气的橘子带回家 对 所以只要一个圣杯 然后就可以了 那有什么条件吗 每天有 每天限量200个 所以希望大家尽早来 早点去 早点去 一开门然后就到文昌廟 对 一开门就到文昌祠 因为我们总公司这次的大力支持 每天赞助我们200颗 然后延续两天 一共有400颗 要免费送给 来传艺文昌祠拔签的民众 对 这是元宵节当天跟前一天吗 还是 元宵节是2月26号 这礼拜五 可是我们活动会 希望大家都有空 所以我们是办在27号28号 连续两天的廉价 对 所以是在周六跟周日两天 对 我们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 对 好 说到这个起归仪式呢 除了我们这个柑橘龟之外 叶老师也带来两个秘密的包裹 其实他这个秘密的包裹 我们从刚刚节目还没开始 大家就已经眼睁睁的在看这个 一粉红的这两个包包 这两个包包里面到底要放了什么东西来进行开箱文呢 好 这个这是我们刚刚 这是非常新鲜的 我刚才节目要开始之前才到郊西协天庙去求来的 哦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160年的历史的炒肉肉 打开炒肉肉的那个叫做糯米糖龟 糖龟 很处理啦 应该有一个包筋把它包起来 等下来看这个包筋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开箱 好 先来开黄色这一个 黄色的 这感觉很好的 这个好像就传统的去庙里祈求 然后才会包成这样 哦 一打开是纸袋子 对 这个其实很环保 很环保 就不用带袋子 这里面有这些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菇就是糯米糖龟 糯米糖龟 甜糯米吗 糯米糯米 糯米糯米 一定要这样 大家可以回家吃 这个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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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请龟不用还龟的 请龟不用还龟 那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斜贴庙春季大典 那个我们刚才讲 讲说乌龟啦荷啦 基本上都是一种尝售的 都是尝售的 还有松树 这个筋啊 因为 还有鹿 对对 因为这个松树跟石头都可以很久 就千年 所以也希望人能够活那么久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吉祥的 非常非常就是寿命很长的 好棒 很抱歉 因为 大家皮没丢 很香的很香 非常非常香 刚出炉的 所以到邪天庙就可以求到这种煮米菇 对对对 天透米粿 不用那个 不用还喔 不用加倍奉还 他其实不用拔杯 他就是跟他求就可以了 跟他拜拜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可以去求 其实就是 就是这过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现在有延长了啦 他们有延长 不然都是元宵的 元宵前的大概正月的十一号 到元宵那一天 就是这几天这样子 那现在有没有开箱第二个 好 那刚好讲到说 你要是斜天庙的 对 对 民国五十年了 有一个村长嘛 林姓的村长他看 他说分家啦 他说这个 湯菇这么厚 他也要捏多少 他用红片粿 红片粿 来做菇 要用粉红色 粉红色的包巾嘛 才要有所区隔这样 对对对 我刚才去的时候 他们两间 两个摊位 基本上是非常和平共处的 真的喔 你有在拼顶是不是 拼顶 特别括号 对对对 这就是一只 红片粿 哇 好漂亮喔 非常非常漂亮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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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耶 我以为小小一只 就现在用到这么大 然后回去的时候 就是 可以这个分食啦 刚才我讲到 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的一般的习俗里面 是要 叫做 就是祈求粿 对 是要还的 就是你今年呢 一只 祈求一只 明年可能要做大只一点 或做两只 去管 去管 那 我有 在相传 在报导里面是说 本来这个菇 龟首是向着这个 龟首是向着这个 神明的方向 你要叫菇 拜拜 拼拜后 他如果说OK 你要把菇洗头 洗头 插一支香 代表是你的 这个有人求了 对对对 有人求了 然后等到这个 让这只乌龟看戏 看了半个小时之后 那个香已经没了之后 再把它 龟就可以带回家了 哦 所以 这个不太像 不是说什么宗教 我自己觉得 那个是民俗 民俗文化 所以 他们的这些所得呢 他们会 有人会 募一些钱嘛 这些钱 就会给庙方去 然后给庙方呢 基本上就会 做成是那个 或者 举办一些工艺 之类的 对对对对 是是是 所以说非常棒的 一起俗 所以 邪天庙这个部分 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对对对 所以邪天庙目前 这样子的旗龟活动 已经有一百多年 接下来全联善美 是 我们全联福利中心的 这一个柑橘龟 希望也能够 持续的延续下去 是对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龟 其实在 台湾人的 民间信仰习俗 尤其是过年 这段期间 真的是非常的 大家非常的重视 拜拜 一定都要用龟 来祈求长寿 福气 等等 好那我们重新 就是上一个阶段 大家有特别提到说 这一次全联善美 跟全联福利中心 联合举办 这样子的 柑橘龟的活动 我们请我们的执行长 再告诉大家一次 就是我们目前除了在 传艺中心之外 在全国 14个门市 跟未来的 11间文昌廟 都可以看得到 那民众如何来 参与这样的活动 如何来祈求 这一些福气的柑橘 是 接下来呢 就从这个礼拜五开始 就是2月26号 到3月10号 连续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在全台湾 刚刚说到的 限定的那个 14个门市 这14个门市呢 我们全部都会有 就是买柑橘 做画画 然后送传艺门票的活动 所以意思是说 所有的民众 你到全台湾 这14间 限定的门市 那我们这边都会有 展示柑橘龟 然后呢 你知道 要在门市里面呢 购买柑橘龟 就可以免费 获得一张图画纸 回去画画了之后 就可以拿到门市 再来兑换 兑换我们限量的 传艺的免费的 贵宾券 免费的门票 所以希望全台湾的民众 把握接下来 这两个礼拜 到14间 选择一间 离你们家比较近的 或你刚好会去 游玩到的一个门市 去看看这个柑橘龟 我们在那边都有做一个 真正的一个 柑橘龟的展示 让你看看摸摸龟 看看龟 跟龟合影拍照 对 然后也把这个 买个橘子祈求平安 然后拿到图画纸 画画完 回到门市 就可以得到限量的 传艺免费的门票 这样子 OK 不是拿那个画 然后到传艺中心 来换门票 是到门市 到门市 就可以立刻换到了 因为每个门市 这14间的门市 每个门市 都有限定50 50张我们免费的门票 所以希望大家 尽早换完 把握机会 尽早换完 然后到门市去兑换 这样子 真的非常的有趣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传艺中心 其实从过年到现在 一直都有 持续都有举办 类似的那种 过年年节那种 吉祥的活动 来 请直信仰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还没 还没到元小姐 所以我们目前 还在过年期间 大家如何来抓住 这个过年的气氛 最后的过年这段期间 来 一起来传艺 是 我们今年的过年 我们也办了一些 蛮有意思的活动 就是因为传艺中心 一直希望复兴歌仔系 跟布袋系这件事情 那今年过年 我们特地跟英国的 倫敦博物馆合作 我们透过线上交流 跟伦敦博物馆 然后还有英国的 三十对家庭 然后合作 用布袋系来过新年 所以我们就 邀请了何洛坊的 林明文老师 透过布袋系 跟英国的孩子 我们看怎么样拜年 然后他去操偶布袋系 然后我们来讲过新年 贴春帘 领红包 穿新衣的一些 舞龙舞狮的片段 然后也 另外呢我们也隔天 也让台湾的孩子 也有15个孩子 然后到传艺园区 跟英国的孩子 做线上的交流 也是做一些布袋系 还有舞龙舞狮的 一些操偶的练习 那所以我们是透过布袋系 让台湾的孩子 跟英国的孩子 可以来跨国交流 然后也让两边的孩子 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失去了这个 新年交流的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过年 做的其中一档活动 这真的是蛮特别的 就是你们是透过视讯 跟英国那边 那英国就是英国的小朋友 一起来参与 对 那个英国伦敦博物馆 它本来是希望邀请英国的家 亲子到博物馆 可是后来他们确定 封城了之后 他们还是很希望办这个活动 后来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让征求30组家庭 在家里的线上 线上参与 所以全部的人都是透过视讯 所以我们那个视讯上面 就有分了30格 然后30格 就是30个不同的家庭的现场 有的是在家里的书桌 餐桌 客厅 然后各种不同的场景 然后大家就同步在线上一起 可能去做一些面具 或是一起去操偶 或是一起去讲半年的话等等的 所以台湾的孩子是在现场 是在传言园区 那英国的孩子在线上 所以两边是一个 还是透过视讯的方式做交流 因为他们对于我们台湾的孩子 不会很羡慕 台湾的小朋友可以跑出来 到处跑啊 是 他们看到我们同框出现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的压抑 因为他们平行时空 他们全部都是平行的 包括博物馆的管员 也都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家 就是不同的空间 他们不能在同一个框里面 一起出现 所以他们也很羡慕 说台湾是可以这样的状况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压抑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看到那个布袋系的操 他们觉得也很有趣 因为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趁这个 虽然疫情 但是我们也希望疫情不能不要阻挡了 孩子的一些文化交流 所以这一次特地跟英国伦敦博物馆 还有宜兰的传逸 我们特别办了一个这样子的 跨年的交流 好 那另外其实我们过年 过去会很重视的一些传统习俗 在这一次的传逸当中 过年期间也都有复刻出来 对对对 我们其实除了刚刚讲的活动之外 我们在每一年一定会有一个送神清屯的活动 然后另外初四一定是接神回来 这些活动都会有 那接下来三月 我们还有文昌帝君的诞辰 就接下来归旅行回来之后 刚好到各地就刚好去祝贺文昌帝君的诞辰 然后农历七月还有中原普渡 还有中间还包括鲁班公的祭典 还有西秦王爷的祭典 其实这一整年的碎石节庆 传逸都不会都有很丰富 所以欢迎全台湾的民众 你可以每个月来 不然每一季来 因为每个时候都是不一样的 对 例如说现在过年的期间 就是过年的相关活动 那中原农历七月有农历七月的活动 然后另外就是每一个时节有不同 还可以去抓州 听说 没错 对 除此之外就是 其实叶老师我们也有委托他 用传统艺术中心有三栋传统建筑 就是文昌祠 然后黄绝人宅 还有那个广孝堂 这三栋传统建筑 每年都要做修复 所以这样的一个修复的工作呢 我们是长年都在做 那这些老匠师在修复的过程中 也是让民众可以看到他修复的过程 另外就是像你看这个安静的老师 他在做安静 他除了做之外 我们还把他后来延伸成一个课程 让亲子们可以在园区 实际上去体会自己怎么做安静 然后把那个文昌的匾额 做安静的活动 然后把这个文昌匾额可以求回家 祈求学业顺利 然后事业顺利等等 所以在这些木座的 瓦座的 或者是彩绘的 这等等这些传统工艺师 他不只修复 然后我们还是在研发一些 民众可以体会的一些 教育推广的活动 那这个部分 都是跟叶老师这边在做合作 对 好 那其实利用这个机会 叶老师今天亲自到现场 因为我们上次介绍 这个黄菊仁宅修复的过程 我们是透过影片 来听到叶老师讲过程 那叶老师来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过年期间 这段时间 如果到现场去看这些老宅 有哪些亮点是一定要看到的 其实传艺中心有三栋建筑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栋是黄菊仁宅 一栋是广孝堂 那这两栋都是从宜蘭市搬到传艺中心的 然后在传艺中心把它复建起来 那因为过了大概二十几年之后呢 它有点颓败了 有点破坏了 那全年基金会就希望透过一种 比较素雅的风格 恢复它原来的风貌 所以我们就请了很多艺师来把它恢复 比如说原来是被涂上黑漆的地方 全部卸妆 对卸妆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把那个匾额呢 因为宜蘭搞红胎 宜蘭又多余啦 我们就在这个匾额上面 我们就木雕的方式来做呈现 然后做鞍金 那我们最近呢 在过年期间呢 其实最值得看的是我们的细台 嗯 我们的细台开始也动了 因为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七座啊 什么都坏掉了 所以最近在把它做雕刻做鞍金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做文昌池了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传义中心最精美的这个文昌池 跟细台的地方 有一些在呈现 那刚才像陈执行长说 我们会有一些展示 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在做什么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体验课程 比如说大家最喜欢的 大家看到金就非常非常喜欢了 所以我们会做一次 金火 对 我们接下来呢 在文昌池后续呢 会有一个常态的活动 嗯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说 在文昌池 我们就是除了祈求 我们的学业进步之外 也希望这个事业很顺利 那另外就搭配 在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平安 我们会做小匾额 让大家去体验 然后做小匾额带回去 然后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福气带在家里这样子 嗯哼哼 好哇 所以这个整个过年期间 最有过年气氛的就是在我们 传统艺术中心 大家就是抓住这个过年的尾巴 一定有空要去走一走 除了到现场可以拌坏 来拿这个分享这个 柑橘龟的福气局 另外呢 也可以逛一逛这个传艺中心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气氛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请叶老师再提醒大家一下 袁小姐起归到底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真的不必加倍奉还吗 其实我们在台湾呢 我们大家对于去庙里面 有些人会非常的那种 好像有点净 除了净位之后 还说 如果今天拿了这个东西 会不会 没有还 会怎么办 其实我们回到那个以前 常名的生活里面啊 这个 会去做起归这个事情 是因为 有一些以前的人 比较很多人比较困苦 那在年节的时候 没有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吃 所以庙方就把他们的这些 米啊糯米啊 或面粉制成这种 又有这个福气象征的 又有长寿象征的这种龟状的这种 这种 这种东西让大家分食 分食回去 然后其实没有要大家 一定要还 对对对 只是说你哪一年啊 你这个丰收的时候呢 就可以多多奉献一些 那有需要的人可以再拿回去 可是演变到最后大家就是 好像一定要奉还似的 其实这些神明没有要你做这件事情 没有跟你计较那么多 大家只是说我们拿了东西 那如果我们心有余力的时候 可以再回馈一些 大部分就是用这种精神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民俗 就是我们可以 多了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分享 那当我们好像不足了 我们就去庙里面去沾沾服气回来 然后大家就是夹边安 我觉得是用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对 真的 所以其实这一次真的是有机会 可以到我们传艺来欣赏这个 我真的觉得静静的看 它真的是艺术品 不仅仅只是一个民俗文化 它真的就是一个艺术品 我们也很希望说 透过这一次的传艺中心抛砖引玉 可以把我们宜兰县许多隐藏在仓户里面 乘风已久的这些藤边的这些龟 能够重新找出来 大家可以来一个万归朝圣 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最后我们请执行长再来 邀请大家一起到传艺 一起来参与这一次非常特别的一个起归活动 甚至防疫期间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是 这一次元宵节 从这礼拜五开始 我们欢迎所有全台湾的民众 周六周日开始可以来传艺园区 来起金龟 然后带福气回家 但其实错过这两天也没有关系 其实宜兰传艺园区 我们的文昌词 刚刚叶老师有说 我们接下来一整年 其实都可以有祈福的活动 所以不论你是为了学业 为了考试 为了升官 为了事业等等 都可以到传艺文昌词来祈求 对 那都会有一个祈福祈求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是常态性的活动 所以呢 这次元宵节 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那假如这次来不及过来的民众 我们也欢迎你在其他的时间 随时到宜兰传艺园区 然后来带福气回家 祈求福气 祈求平安 然后跟家人一起分享 对 谢谢 那过年期间 这段期间到传艺处来 需要全程戴口罩吗 是 对的 我们这次从二月一号开始 我们为了提升所有民众的安全 跟我们防疫的相关的环境整备 所以我们二月一号开始 禁远的园区的民众 就一律要佩戴口罩这样子 无论是室内室外 都一律佩戴口罩 那我们在一些室内场馆 也都会有定点 会安置一些酒精 大家都可以随时压洗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量测额温这样子 也希望能做到大家都能安全 安心的观赏跟游玩 对 其实今年的过年真的很特别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没有办法出国 甚至可能大家会减少去庙里走春拜拜 这样的一个习惯 不过其实我觉得 大家还是可以不用过度紧张 做好个人的防疫 真的还是可以到传艺去走走的 体验不一样的年节气氛 感谢执行长 感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